作曲維圖 林鎑達教授 校長 志向主任 各位司長 各位同學 各位好 在兩位前輩大門家發宜之後 我覺得我後學晚輩 今天在這裡真的只是來學習 真的上了林老师一个非常充实的一门课 那我对我个人觉得最高兴最高兴的就是 很感动的就是看到林老师神采奕奕 精神焕发 这一点是让我们最感动的 其实在多年多年多年以前不知道多久 从美术系一直到佛一系 不断的希望林保佑老师能够带领救生的课程 那保佑老师除了他个人会比较忙碌之外 他经常表示不要开课好了 他最后都说不要开课好了 他很严格的 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个学术研究里面 都是亲力亲为带着学生实地采风调查 做得相当严谨的 都是要做心理调查的 对于史论要求都是相当严谨 所以他培养出来的硕果师生 没有一个成就不非凡的 所以我们也不敢勉强 另外我们林保佑老师他提到了很多 刚刚校长也有提到 林保佑老师不仅仅是国教艺术的专业 研究的重要的学者 是人间自保也是我们台湾的国保 同时他也是长时间是台湾美学艺术学会的理事长 所以他的专业领域是横跨了整个福教艺术以及美学美术理论 那也曾经是我们台南美术馆的第一任的筹备馆长 所以他领域是非常宽的 在这个美术史或者是美术的行政方面 以及佛教艺术涉略都非常的深而广 那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请林保佑老师来作证 这个学术研讨会已经算非常的成功 再加上周边 林保佑老师也厉害了 所以这两大荣柱资助来支撑我们第二届的 佛教艺术研讨会的话 已经象征了我们的佛教艺术的一个开展 绝对是前途一片光明的 那当然我们也要好好地反省 林保佑老师这个语重心肠 这个深如红中的提醒我们 很多很多的很有价值的一些提点 我们都应该要好好地学习 我觉得不管是能出席来支撑我们的课程 让我们培养硬实力 或者提出我们很多需要检讨的这个软实力 林保佑老师真的都做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共性 特别对于创办人的情感 我觉得非常感动 那因为我个人财数学浅 虽然也深深有所感悟 但是总是这个贡献很少 我也一直觉得说创办人在领南化派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地位 除了他的学习在美术史上非常重要 代表了领南派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成就之外 他的风格的沉船 以及超越领南这个概念的精神超越的这个部分 再再都是我们学术研究 必须要推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资产 那这一点呢 是林保佑老师真的非常具体的提出来 因为做太少 没有把这件事情好好当作一个学术资产来经营 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想特别是佛教艺术系 至善主任的这个洪悦来讲 以后一定还会落实的更好 那刚刚校长的特别提点到 佛教艺术系从初期我们快速的先求有再求好 这样子一个方向来讲的话 我们会持续努力加快速度 然后我们还要感谢林保佑老师 因为最早刚开始的时候 我有幸参与了一些筹划的工作 这里头呢 最具体能够让我们参考的就是 林保佑老师所提供的佛教艺术计划书 帮我学校所要成立的 这个佛教艺术系的计划书 还是我们非常重要所参考的文本 其他没有了 其他没有了 所以真的林保佑老师呢 在这个硬实力跟软实力上面 对我们佛教艺术系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那么我们在课程设计上 滴滴缺缺也考虑到 这个佛教实践方面 以及文创应用的这方面 来尽可能的可以保障 特别是年轻的 胡椒艺术学习的同学 未来在就业市场里面有一定的竞争力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 刚刚已经有提点出 例如说有关于心灵的宗教的这个剧本的写作 应该也是我们在课程或学程上面可以考虑的 那传播也是我们校长的一个专业 我想不管是剧本或者是传播媒体这方面 应该可以很快速的就能够形成我们在课程上的一个 一个模组的一个概念 尽快地把它推展出来 那当然呢 虽然佛光大学有不同的思维 但我们一直觉得滑碳大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底 这就是创办的很重要的一个基底 就是一个美术的艺术的这个含量 这个含量其实很大 特别是在募款活动的时候 美术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这个审美的这个涵养来讲 我觉得佛光大学还是作为这个佛教艺术系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以这个也会是未来在就业上面的一个不错的一个基础 所以美术的基底或者是产品设计的应用 以及策展实物的学习 那辐射到所谓的这个剧本传播等等这方面的 或者新媒体的再学习 这些刚好学校都已经有基本的规模 只要能够在跨领域跨学科的结合 我想都能够为佛教艺术系做很好的铺垫跟贡献 这个我想我们可以再积极的去实践 来落实林保雅老师对我们的这个期待 如果林保雅老师愿意真的是亲自来带领研究生 来做更深更广的研究的话 那这个理想的落实就指日可待 指日可待 那总的来讲这两天的观察 虽然因为这几天的活动非常的多 没有办法每一场都能够到场聆听 但是呢 我已经深深感受到在论文里面所产生的 这个非常良善的这种能量 甚至非常巨大 还有虽然的苏教授在百忙之中也愿意来发表 苏教授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家人 他可是我们以前苏主任 人事是主任退休的苏主任的千金 所以完全是属于自家人 所以回来帮忙是理所当然一定要的 那这几篇路看起来 除了我们已经真正走向国际的氛围之外 真的结合了哲学 结合了艺术学 还有历史学 还有文学也加入进来了 所以呢 我觉得呢 整个呢 可以说是从这个古代的理解 一直到现代的应用 都涵阔在这一次的研讨会里面 那我觉得呢 甚至这两个深根的两只脚 就是理论与实践 在这一次完全的体现出来 我觉得文史则三位议题 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我们所谓的佛教艺术 整个学术研讨方向的一个 我把它当作一个菩提树 一个树形已经出来了 那理论与实践虚实相相应 我想未来佛教艺术学系 或者是研究的方向来讲的话 一定会越走越好 越走越光明 祝福大家 谢谢